最近有媒体报道,珠峰无限期关闭一事引发了关注,每年的四五月都是珠峰的春季登山季,针对所谓的无限期关闭,普通游客还能不能看到珠峰,今年的登山活动是否会受到影响。西藏体育局负责人近日表示,珠峰核心区进入,但是游客仍可关警。 所谓珠峰禁令,其实是2018年12月5日日喀泽市定日线珠峰管理局发布的公告。 公告中显示,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荣布4以上核心区域旅游。 过去,普通游客可以登上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阪营。 如今,按照新的公告,普通游客最高只能到达距离珠峰大阪营下方两公里外的海拔5150米的荣布4。 虽然到达高度有所限制,但是游客还是可以通过珠峰公路观景平台和318国道上的珠峰观景平台,总共三个角度欣赏珠峰。 虽然针对普通游客有了限制,但是对于登上过海拔8000米高峰的探险爱好者,同时有身体的体检合格报告和一定数额的攀登经费,或者有资质的专业登山队员来说,还是可以继续申请进入珠峰核心区。 但与此同时,西藏自治区体育局、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还规定,从2018年开始,专业登山队员和满足条件的探险爱好者,每年进入珠峰核心区的人数,应被严格控制在300人左右,而且仅限春季登山,别的季节是不能进入珠峰核心区的。